大家好 今天用花生米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好吃的 不水煮不油炸 加上一把大蒜出锅香喷喷 好吃到停不下来 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准备适量的花生米倒到一个盗盆里 先来挑选一下花生米 如果有发黑的或者说坏掉的就挑选出来 不然的话会影响整体的味道 吃着发苦 然后直接倒入50度的开水 把花生米泡一泡泡5分钟 5分钟过后能够看到花生表面已经起皱了 烹饪之前把花生用热水泡一泡 能够使得花生更加容易入味好吃 接着把泡好的花生米捞出来 一加水分 趁着花生晾干水分的时间 来准备一些生姜切成姜片 再来多一点的大蒜 一起倒进来 加热水泡的食盐 开小火翻炒 把盐炒热炒干水分 小火翻炒一分钟左右 能够看到这个盐有点微微变滑 把材料腌好的花生倒进来 开起中火不停的翻炒 花生中倒入白酒来腌制 所以还有一点水分 要不停的翻炒炒干花生的水分 把花生炒熟 这里就需要一点难心 这次翻炒了5分钟的状态 能够看到花生表面已经不沾盐了 也就是水分在慢慢的炒干 继续不停的翻炒 现在能够闻到很明显的香味了 这里要多炒一会儿 炒到花生在锅里面 放出霹雳啪啦的心音 像这样子花生就差不多熟了 现在就可以关火 一直用锅的余温 再翻炒一会儿中 放上米炒好以后 用漏勺把盐过滤出来 把盐裂过滤出来以后 放上锅里盘中 炒至锅的盐也可以倒出来 放凉以后 再储存起来 下次可以盐炒花生的时候 再拿来用 现在美味的盐炒五香花生米 就做好了 吃起来清脆咸口 好吃不上火 下饭下酒都是非常不错的 学会的朋友赶紧动手试一试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